在汐止中华街进去有一处四谷碑 像个小湖一样每天都信不少附近的民众去散步好钓鱼 只是黄湖边坡是出现了掏空甚至摊坊路不通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原谅这两样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挥开 而要求尽快的抢修改善 从切东路的这条中华街进来 只走到底就看得到眼前的景色 好天气湖边只是会有好多人在这里钓鱼 这里就是四谷碑 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好钓鱼的好地方 只是湖的边坡出现多处的掏空 一直有安全上的疑虑 甚至在前一阵子整个摊坊现在道路中断 夜晚的时候很多的乡亲在这边做成见的运动 还有这个碑也是很多人在这边钓鱼 原本一个环碑的步道 那之前有掏空的情形 那我们有请公所还有荣卫级相关单位来参加会刊过 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请区长到现场来会刊 看这个要怎样子处理 让这边的像在这边沉浸运动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沉浸运动的地方 在接获成情之后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沿着湖走到一半只见掏空严重 甚至已经摊坊根本过不了 也紧急先用黄色的警示带围起来 主要是因为底下的土石冲刷掏空 上头的路面本来就已经出现了倾斜 而在之前连续下雨才会整个掏方 会刊也要求尽快的抢修改善 之前在掏空的时候我们有到现场来会刊过 那我们有反应了 可是这个属于是私人的土地 那我们请地主盖了部分的这个统一书 那还没盖完之前就已经坍塌了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请区长来 我们请公所相关单位人员一办法 尽快来把它修缮完成 这边之前有四谷碑这边有掏空现象 那最近又是下好大雨 所以有到现场可以看到的确是探方了 探方了 那所以目前民众如果走的话是没办法通行的 那我们会再演绎看看用什么方法能够来做补救 因为这里风景不错 尤其许多人都会来钓鱼散步的人也多 而现在这一段探方无法通行 会刊之后议员也要求 针对湖边掏空探方等问题尽快改善 协程慧玲细致采采访报道